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视频呢是二三月份的红黑榜合集 那我为什么二月份就是缺席了一支红黑榜呢 主要是因为二月份我喜欢的东西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尝试的一些东西适用的时间不够长 所以我想说干脆就二三月份来一个大的合集 那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呢会有一点点多 我就尽量眼瞼一干 那首先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呢 应该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我用到的当下呢就立刻马上冲去微博跟大家分享我对它的一个喜爱 那就是这一个多芬他们家的冰淇淋身体磨砂乳霜 这个真的是我近期用到最最最最好用的身体磨砂膏了 我一用完它之后我就立刻去把他们家所有的口味都给入了 我刚开始用的这个呢粉色呢是石榴味的 然后后来我就去入了两个这一个 绿色的呢是奇异果跟芦荟的 然后蓝色的呢应该是呼声最高的 说味道最好闻的 就是夏威夷果脆和米浆 这个我打开闻了 我真的是口水要流下来 真的太舒服 太温暖 有点像是那种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真的太吵吃的感觉了 然后他们家这一个冰淇淋磨砂膏呢 质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致 摸起来的那个手感呢真的是也特别特别好 就是你在用它过程当中呢真的是会不自觉的想要吞口水 里面的磨砂呢应该算是我目前为止使用过最细腻的磨砂 用到身上呢非常温和完全不会有刺痛感 它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像我们在那种冰淇淋店买的那种冰淇淋 真的是好像咬一口 太好闻太好闻了 然后我吞口口水 然后他们家这个冰淇淋磨砂膏呢也是我目前为止使用过 我觉得最好清洗的 有一些磨砂膏呢就是清洗完的时候 身上有一点点好像留一层油感在上面 有点腻 同时呢会有一些碎渣渣的残留 就是不是很好清洗 但这个真的非常好清洗 基本上你就是瓦一小坨 然后在你手肘啊 握身体啊 脖子啊 一些就是凤凤处就是搓揉它一下 清洗掉之后皮肤就会摸起来咕溜咕溜 非常的嫩 那因为它里面同时有添加四分之一的身体乳 所以它的保湿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呢真的是我个人非常推荐 便宜又大玩又好用 性比较比非常高的一个身体抹沙膏 所以你们如果有看到很好的折扣 真的不用犹豫 可以马上吞几罐回家 然后近期呢 我个人很喜欢搭配这个身体抹沙膏 同时使用的呢 就是这一个 OLE他们家的这个 烟鲜安加玻尿酸的精华身体乳 这个呢是之前我看到博主推荐 然后我想说哎 来尝试看看好了 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 那第一次用到的时候 其实有点点想要失望 因为我对它期望值可能在这么高 那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感觉嘛 但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要每天不间断的使用 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身体的那个柔嫩度就慢慢出来了 我最近身体我跟你讲 不要说有多滑了 真的是滑嫩到一个不行 感觉肉啊都是这种软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这个身体乳呢 它有特别的添加烟鲜安跟玻尿酸 在保湿的同时呢 又可以体浪肌肤 但小时候跟大家讲 体浪肌肤我是没有感觉到啦 这款的质地呢整体来说是属于比较清爽的 你看轻轻推两下之后呢 就可以完全吃进皮肤 它的吸收力算是非常好的 质地也是那种比较清爽型的 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款会更加适合夏天来使用 如果是秋冬天的话 像我这种皮肤比较干燥的人 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够 那你们就可以依据你们个人的身体状况 去做一个挑选 这个也是你们之前推荐给我的 我发现你们推荐给我的面霜 几乎我都没有采雷 你们怎么这么优秀啊 麻烦多推荐一点 就是这种好用的东西给我好不好 我就是因为用了这个精唇的面霜 我开始对他们家这整个精唇系列 开始感兴趣了 有点想去买一下他们的精唇底妆来试试看 如果感兴趣的话 麻烦弹幕或者是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 我可以去买来就是实测给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很久 说到这个我真的好久没有做粉底实测了 太久了吧 我上一支粉底撕了多久前啊 好像是去年十月份还是多久 该开始了 回归正题 这个精唇面霜的主要就是抗老跟保湿的作用 这里面的主要的功效成分有两个 一个就是他们欧拉雅集团独家的黑科技 这个真的是有名到爆炸 其中还添加了 50倍浓缩的玫瑰活性因子 这个我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啦 因为我跟你讲哦 我真的觉得国外的品牌跟我们国货的护肤品最大区别 就是在详情页上面 国外的品牌呢几乎都是想一些很虚的东西 什么来自天生的血液 经过多少道萃取什么什么什么鬼 然后听完之后你就觉得 嗯 嗯所以呢 那像我们的国货呢 就会很详细的告诉你 它有哪些配方 然后还有哪一些功效性的成分 它是怎么样对你的肌肤起到一定作用 有时候就觉得很心疼 想说我们国货的护肤品真的好用心哦 就是已经就是好像掏心掏肺的在跟用户说 我们的东西有多好 哎没办法 谁让我们品牌的沉淀的时间还不够久呢 题外话题外话 我今天怎么一直在题外话 那它这一个面霜里面添加的玻色衣呢 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提升你皮肤的一个保水度 增加你胶原蛋白的一个产生 所以你皮肤会看起来有点烹润 它主要改善的是一些 你因为皮肤干燥而产生的干纹 那实际的一些比较老旧啊 或者是比较深的皱纹啊 其实我说还是要靠医美啦 这款面霜呢 它们家有两款质地 一个是属于比较滋润版的 那我买的这个是属于清爽版 上面叫做soft cream 那清爽版的像我这种中性品 偏混合性的肌肤呢 用起来就是完全刚刚好 一年四季使用下来 我觉得它的保湿力都还是蛮够的 隔天早上起来会让你非常烹亮 非常明亮的一款面霜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而且双十一买的时候买一份一哟 接下来还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老本行就是化妆品啊 其实之前我跟大家说过要拍一只 因为我试用你们推荐的年度爱用好物 来上妆这样的视频主题 我其实已经拍完了也剪完了 但是我就在重新看的时候觉得好无聊哦 就是觉得这个视频上的意义不是很大 所以我就把它卡掉了 那今天会分享到一些 就当时你们推荐我的产品 我觉得很好用 首先第一个真的非常感谢 那就是这个CPB他们家的妆潜 我之前对CPB他们家的彩妆线 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但是是因为你们推荐 所以我去尝试他们家这个妆潜入 开启了我的新天地 这个真的好好用哦 我以前真的是无数人给我安立 但是我都没有种草 这次自己真的是真心的尝试下来 发现我真的错过它太久 他们家这个妆潜有两款 一个是这样长条 那另外一款有个短款的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控油持妆 那它这个长款主打的功效呢 就是细致肌肤纹理 然后提升皮肤的一个滋润度 然后让底妆更加服贴这样 那这一款呢我个人使用下来 真的它所有的主打的功效 我都有感觉到 就是皮肤会看起来特别好 特别的贴 而且底妆呢特别的持久 特别的细致 就真的是一款有加持作用的妆潜入 同时它有一点点小小的提亮效果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成一个隔离霜 涂完就出门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请皮肤好的人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近期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底妆 那就是这一个 BB他们家的这个 Airbrush Flawless Foundation 整体的妆感是呈现的那种半牙光的妆感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遮瑕力真的很不错 大概有到六七成左右 如果你日常出门 不需要那种底妆非常无瑕的话 其实包包一层出门就可以了 那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比较容易干 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记得要少量多次的叠加 不然就可能在毛孔比较大的地方出现那种白芝麻 或者是这种下巴地方容易就是起皮翻皮浮粉的现象 那我二三月份个人比较喜欢拿它来就是混着我手上的各种粉霜来使用 比如说像是这个苏库的粉霜 还有这个Covermark的粉霜 它们搭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就是结合了粉霜的奶油肌妆感 然后同时呢又提升了它的遮瑕力 提升了它的持妆力 真的超级无敌漂亮 今天我就是把它们两个混在一起 上脸 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用定妆了 就是妆感非常持久 非常漂亮 接下来剩下两款遮瑕 首先是这一个 老网红老网红了 虽然这是我之前就买 但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它了 看到你们推荐 我又把它重新拿出来用了 就有点想要跟他说声对不起 冷落你有点久了 它对于黑眼圈的作用 就是像橡皮擦一样 一键抹皮的那种感觉 就是瞬间可以让你眼下的 所有的瑕疵都隐形 它的质地呢是有一点点粘稠的 所以使用完之后 建议你们大家还是要局部做定妆 这个真的很适合那些跟我一样 眼下特别的干 很容易卡纹卡粉 然后黑眼圈很重的女生来尝试 然后另外一款呢 是Handspin他们家的这个遮瑕液 我买的是Natural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拿来 这个颜色拿来遮痘痘的效果也很好 整体质地要比这一款 Ecosmetic要薄非常非常的多 当然呢 它的遮瑕力也会稍弱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拿来遮盖一些脸上的 比较清淡的瑕疵是效果非常好的 它粉质很细很贴 就是上脸之后呢 不会有那种很厚重的粉感 这个我个人真的也很喜欢 二三月份用非常多的口红呢 是这个 这个也是你们推荐给我的 唉 我怎么会这么差劲啊 就都是用你们推荐给我的东西 自己都不知道去发掘一些新东西 真的是 那这一个呢 是Tofor他们家24 这个我一收到 用完我就立刻发照片 发图文跟大家分享 它真的太高级呢 它的颜色是有点栗子 枣红色的那种感觉 我上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超级无敌美 它质地非常的丝滑 上嘴完全不会干涩 它包图是有一点点偏粉掉一点的枣色 就是上到我嘴巴上的时候有点点偏粉色调啦 但是我把它拿来做 Bronzer 腮红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赠品啦 那一天我也是在收拾化妆品的时候发现的 然后就把它想说 拿出来用看看好了 哇 一用 精为天人 它颜色不会很重 它是这样子有点燕麦 奶油色的感觉 它里面是带有一点点金色的细闪珠光 这个不仅仅可以拿来做绣红腮红 同时也可以拿来做眼窝的一个打底 非常的好看 像我今天就完全没有上修容 就直接用这一个 用做腮红修容了 它整个呈现的妆感就是这样子 有点像是最近流行的那种奶油妆的那种感觉 就超好看 这个就是我平常会很喜欢的那种 腮红的颜色 巨无敌美 很高级 很有质感 推荐给大家 这个硅枣泥的板子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 因为以前呢 没有在用硅枣泥板子的时候 我们刷完牙是不是就直接立在我们的洗手台上 但洗手台上经常会有一些水渍啊什么的 电动牙刷下面就会起那种黑黑的垢 那你就要经常去清洗 后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硅枣泥的这个板子 自从它来到我们家之后 我们的牙刷下面就再也没有黑色的垢了 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 每个家庭都还蛮必备的 最后一个呢 是美食来着 是我应该算是疫情开始发生到现在 哇 吃了最多的一个产品 那就是这一个 这应该火非常久 就是奶油火鸡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韩国他们的拉面 他们拉面非常有嚼劲 就是怎么煮都煮不烂的那一种 我个人喜欢吃偏硬的面 那这一个呢 硬起来那个Q度刚刚好 有种弹牙的感觉 之前我试过他们家超级无敌辣的那一款 后来呢 我就看到网上说这一款比较不辣 所以我就买来尝试了 这个真的是一试成主顾啊 因为爱上它之后呢 我把他们家一系列都给入了 什么麻辣烫味啊 咖喱味啊 火水流出来 超级辣味啊 就都是了 我觉得那些都不好吃 真的 没有一个比这个好吃 这个味道是最最最好 其他都有一点点纯辣 就是没有什么香味 就是纯辣 那这个呢 它最好吃的地方 就是它的奶油 那个粉包 口嘴流出来了 那个奶油粉包真的好好吃哦 就是甜咸甜咸那种感觉 然后它里面那个辣酱呢 我平常用不多 因为我不太那么能吃辣 我一般喜欢就滴个几滴之后呢 剩下的辣包呢 我就会留下来 比如说拿去炒面 拿去炒饭啊 拿去配各种东西 都非常非常好吃 这个真的是我 2020年最喜欢的一个素食品了 真的好好吃哦 连吃两包都不会腻的那种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到雷品的部分 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们两个 这两款真的让我大失所望 真的是超级无敌 你们都超级无敌的那种 就是我个人觉得 我不会再回购的那种啦 首先是这一个 是叫做Ellipse 是吗 它们家的这个 副发 护发 护发油 它里面是一颗一颗的 像胶囊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我刚开始看图片的时候 我以为是像是 伊莉莎白亚顿 那个金胶的那种包装 就是说一拧拿 它就可以打开了 但其实不是 它这个硬的要死耶 它这个是要用剪刀 把它剪开 因为我那时候买它 主要是因为 网上在分享它说 出门旅游 就可以带几颗在身上啊 很方便 不占空间 但我为了要用这个 我还得准备一个剪刀 不是很麻烦吗 同时它里面 质地是很稠的那一种 我刚开始以为 想说 这么稠的质地 上到头发 一定非常滋润 非常的顺滑 但它就是有一种 用完你觉得 嗯 在干嘛 可能当下你会有一种 顺滑的感觉 但隔天起来 又继续毛躁了 至少对于我的发质来说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再回购 而且我一次买了两罐 不知道用得到红年马月 用了这么久 用了快三个月了吧 还用这么多 然后另外一个呢 也是让我非常失望的 就是这个 都起灰了 泼了他们家的护发素 洗发水呢 对我来说 好像大多数洗发水 都还挺好用的 但护发素 没用就是没用 这个就是那种 没用就是没用的护发素 用完之后你就觉得 我刚刚经历的些什么啊 我刚用了吗 好像有用吧 但又好像没用吧 就是那种感觉 完全不顺头发 该怎么卡 它照样怎么卡 该掉头发 该掉头发 该打结还是打结 该不顺还是不顺 就是一点用都没有 好像整个用下来 就是一款让我觉得 你在干嘛的 这样子的一个护发素 好啊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分享的 二三月份的红黑榜 希望大家会喜欢 以上呢 有没有一些是你们喜欢 或者是你们讨厌的东西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弹幕 跟大家讨论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